哈囉大家好,我是陳欣悅 2021 AES斜槓吉他手彈唱大賽就要來囉 我是他們這次的初賽評審之一 那這次的比賽從即日起到7月11號 向AES的FB或者是官方網站 填寫他們的Google報名表單 就可以完成比賽免費報名 然後這次的比賽有五個重要的評量重點 在這邊簡單跟大家解釋一下 第一個就是吉他的彈奏的穩定度 再來就是唱歌的穩定度 接下來就是音樂性 也就是你的律動感啊,你的節奏感 你的個人特質如何的融合在你的音樂作品裡面 然後第四個的話呢就是影像的表達 也就是你的整個穿著給人的感覺 以及你的背景乾不乾淨或是漂不漂亮 第五個的話呢就是我們的錄音的器材掌握 我們可以清楚聽到你的聲音好不好聽等等的 那這五個重點歡迎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這次的比賽影片呢有一些規格要跟大家解釋一下喔 這邊呢就是比賽的影片 一定要是橫式的 絕對不可以是直的,一定要是橫的 然後一定要是一鏡到底 不可以有任何的運鏡或者是合成或者是剪接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清楚的看到你彈奏的動作 所以呢,你的左右手一定要清楚的可以拍到 上半身都要拍得到,你的臉也要讓我們看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我們這次比賽呢限定在中文以及英文兩個語言 你可以選擇Cover或者是選擇自己的創作都可以 那再來的話,把作品上傳到自己的個人YouTube網站 然後Hashtag2021AS斜槓吉他手彈唱大賽 這樣我們才找到你 那在7月15號,我們就會公佈這次出賽的十位入選選手 那所以我們到時候YouTube上面見 那很期待可以看到你們的音樂作品 希望你們可以趁這次的機會也做出一個自己很喜歡的作品 然後我很期待可以聽你們的音樂